大家好,我是老高 咱们今天来讲如何成为有钱人 多少钱就有钱人啊 像你这么有钱就算有钱人 真的多少钱 真的就像你这么有钱人去 为什么讲这个话题 是因为一直有观众希望我讲一下 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讲怎么成为有钱人 这本书最早是2000年出版的 由于卖的特别的好 所以后来出来了一个系列 都叫富爸爸什么什么 富爸爸什么什么的 没有叫穷爸爸 没有 我最早接触这本书是在2003年的时候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看了之后我被震撼 就是我对钱的观念突然发生了变化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就开了公司 很难因为开一本书就成为有钱人 人家就是告诉你怎么成为有钱人 就比如说如果成为税理士 看完的人不能都成为税理士 看你个人的造化跟努力 也对得看命 是 那么不管大家对于钱的看法是如何的 钱始终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应该勇敢的去学习一下 这本书的作者总有两位 一位是日裔美国人叫罗伯特清奇 是一位企业家投资家今年已经74岁了 还有一位叫沙朗埃希特 是一个会计士 其实这本书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罗伯特清奇他自己的故事 他说他小时候家里不富裕的 他的爸爸就是书名上那个穷爸爸 他有一个朋友叫麦克 他的爸爸是好几年连锁杂货店的老板 就是书名上那个富爸爸 他小时候就发现这个穷爸爸和富爸爸 给孩子讲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 会严重影响他们的人生 其实书里边这两个爸爸 就是完全相反两个形象的人 穷爸爸的形象 就是我们通常认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形象 穷爸爸 对 穷爸爸和富爸爸小时候 这个穷爸爸就学习好 富爸爸就学习不好 后来穷爸爸考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富爸爸学习不好 很早就到社会上开始混了 好多富裕的家庭都是这样 是啊 然后穷爸爸大学毕业以后 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公务员 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人人都羡慕的工作 而且在接下来十年 这个穷爸爸非常的努力 一直升官 最后还当上了当地的教育部长 这个罗伯特亲戚的父亲 就是夏威夷的教育部部长 他是在夏威夷长大的 但是最后呢 因为和上级发生了一些矛盾 不得不在中年的时候辞职了 当这个穷爸爸辞职之后 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这个富爸爸就已经是富豪了 但是穷爸爸也没有很穷呀 反正不富裕了 那么作者的爸爸 也就是这个穷爸爸小时候 就告诉他说 你要好好学习 长大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毕业之后呢 当上公务员就一生无忧了 我想很多父母跟孩子 都说过这些话是吧 我妈就跟我这样说 所以我去读了师范 是不是 我爸希望我去当兵 我妈希望我去当老师 都是那种衣食无忧的工作 而富爸爸跟他的孩子说的话 完全相反 富爸爸说你不要追求稳定 也不要追求一份工作 你唯一需要追求的东西 就是机遇 如果想要成为有钱人 就不能和一般人的想法一样 和一般人想法不一样的时候 我爸就会揍我 你不要告诉他 那么这两个父亲 谁说的对呢 很明显 一个是穷爸爸 一个是富爸爸 当然是富爸爸说的对 这是结果论 可是也许穷爸爸过得更幸福呢 有可能 这只是穷和富的问题 不是幸福不幸福 那么作者就通过 富爸爸的话 再加上个人实践 最后就总结出来 成为有钱人的唯一方法 就是投资 那么什么叫投资 投资呢 就是把你的钱 不断的换成资产的 这个过程叫投资 那么什么叫资产 金字的房产 有点这种感觉 所谓的资产呢 就是能够带来正向资金流的东西 换句话说 就是能够帮你赚钱的东西 叫资产 负债呢 就是帮你花钱的东西 车啊 就是标准的负债 买的时候也要花钱 维持它也要花钱 小三也是负债 小三也是负债 而老婆呢就是资产 如果你买了个东西 吃了这个东西没了 这个叫消费 不是资产也不是负债 有时候消费啊 要比负债还好一点 因为负债不断的花你的钱嘛 消费就消费一下就完了 孩子属于投资吧 不一定 就要看他最后能不能给带给钱 如果能的话 那就是投资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负债 那么这边说的作者就说了 一般人呢 几乎所有的钱 都用在消费上 然后呢就是购买那些 你认为是资产的负债 很少有人能够买到真正的资产 也就是说啊 你正在把你辛苦赚来的钱 不断的变成垃圾 作者认为 只要是不能赚钱的东西 都是垃圾 当然这个说法非常极端啊 有些消费是必须的 而且有些消费能够带来一些喜悦啊 满足感啊 一些无形的价值 但是在钱这个层面上 他们确实都是垃圾 那么在负债和资产这个问题上 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就是房产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会员影片 《千万不要买》里面有专门讲过啊 如果你是贷款买方的 那他就是负债 因为你要还贷款嘛 花钱嘛 如果你一下子买下来了 然后呢 那一个不错的价钱租出去 他就不断的挣钱呢 那他就是资产 如果你买了 也不租出去 只是自己住的话 那他就是负债 因为你要不断的交管理费 要维持费用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你房子即使有贷款 但是呢 这个房子不断的升值 最后你能还上这个贷款 还赚很多的话 那这个房子就是一个资产 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那么由于没有人可以预测房价了 所以你现在能租出去 就能赚钱的房子 我们通常认为它就是资产 现在没有给你赚钱的房子 那就是负债 在不考虑未来价值的情况之下 所以呢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房产是一个非常大的负债 其实投资房产 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投资策略 想靠他成为有钱人 是很难的 那么大家也可以用资产和负债的定义 去套用你身边的所有的东西 你来看看你拥有的东西哪些是资产哪些是负债 作者说你要想成为有钱人 就要尽可能的多保留资产 减少负债 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结论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作者也给出了六个关键点 第一个就是要增加收入 想要购买资产的话 就一定先得有些钱 这是一个基础 不一定要到买到房子那么多钱 有一点就可以 大家注意这本书是教大家如何成为有钱人 就是如何让你变成比尔盖茨的 而不是让你从现在一个月五万变成十万的 所以要怎么增加你自己的收入呢 大家可以自己想办法 比如说增加点负业 第二个就是减少消费 其实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赚钱不容易 不要乱花钱 你省下的每一笔钱都可以用来投资的 第三个是要用于尝试个冒险 他说不敢尝试个冒险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有钱人的 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钱都存到银行里吃利息那些的 最终也不会有钱 放贷呢 放贷可以吧 也是一种冒险 也是一种冒险 放贷分法 不是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不一样 傅爸爸不是说了吗 你的想法要和别人不一样才行 不过大家要注意控制风险 要冒险的不等于要自杀 第四步就是要辞掉工作开始创业 工资是永远不可能成为有钱人的 因为工资是有上限 第五步就是要尽可能的结税 他说税实质上是阻碍一般人成为有钱人的一个最大的评价 按理来说 只要你工资足够高的话 经过一定的积累 都有可能成为有钱人 但事实上你工资再高 然后你还很节省 不怎么乱花钱 你也不可能成为有钱人 就是因为税的存在 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钱人的税和普通人的税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钱人和普通人的收入类型是不同的 收入类型大概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叫劳动所得 就是你干活才能挣到了钱 工资之类 不干活就没有 这种也叫主动收入 第二种叫做资本利得 就是通过资本交易获得的收入 比如说股票的买卖 房地产的买卖 获得的收入叫资本利得 也就是投资收入 属于被动收入的一种 第三个叫现金流 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干 那个钱就不停地往里进来 比如说房租收入 还有就是利息股息 这些都是标准被动收入 我喜欢现金流 是吧 我也喜欢 那么大部分普通人都是第一种就是劳动所得 收工资的 而有钱人一般是后两种 就是资本利得和现金流 也就是被动收入 在大部分国家 被动收入税率要远远低于主动收入税率 甚至有些国家被动收入是没有税的 所以有钱人很多是不需要交税的 而上班组的劳动所得 在大部分国家都是累进税制 全球个人所得税最高的国家是丹麦 最高税率达到60%以上 亚洲最高的是日本 所以就是有钱人几乎不交税 而普通人有可能要交掉一半的费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最近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世界首富那些人 比尔盖茨 贝索斯 巴菲特那些人 每年实际交的税不足1% 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股票 就是投资所得 不卖的话就不算收入 卖的话税率也相当的低 所以他们属于合理的避掉大部分的税 其实我刚才说的资产也好 税也好 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概念 你如果了解的话就知道怎么去运作这个事情 但是大部分并不了解 原因是什么 学校从来没有教过 因为我们的学校并不是为培养有钱人而存在 作者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为四种 第一个叫雇员 就是被雇佣的人 领工资的 第二个是专家 就是自雇的人 干一份活就领一份报酬的 比如说像律师 我接个案子 我就挣这个案子的钱 领报酬的 会计师 还有自己出来的单独工作的设计师 都是这样 自营业的 第三种是指雇佣别人替自己赚钱 也是我们经常说的经营者老板 第四种 叫投资者是用钱为自己赚钱的 就是你 我是经营者 我有雇佣你 你是企业家 加投资者 那我就做雇员 那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赚钱的人 都属于这四种人中的某一种 而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教育 只培养两种人 就是雇员和专家 可是那么很多在学校的时候 就已经成为了老板 那不是学校培养的吗 没有老板专业 对不对 没有投资家专业 对不对 那不是有的吗 有经营管理学专业的 那培养出来的也是职员的 那么雇员和专家 就是用自己的劳力和时间来赚钱的 而自己的劳力和时间一定是有上限的 所以赚的钱是有上限的 也开名车呀 住豪宅 但是这种工资高和有钱人是完全不同一个层面的东西 工资再高 你也是工薪阶层 作者这么说 其实并不是说工薪阶层有什么不好 他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就是有钱人和工资高是完全两个概念 那么由于学校并不培养有钱人 所以呢 学校就没有必要交给我们税的知识 资产的知识 你不需要知道 被动收入你都不需要知道 当然这个事情也不能完全怪学校了 我们人在小时候成长起来的过程 学习知识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学校 另一个是家庭 学校不叫家里可以叫嘛 但是很遗憾 我们的爸爸都是穷爸爸 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就注定我们不知道 而比尔盖茨即使不去学校也没关系 他有一个父爸爸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埋怨学校 爸爸真的很重要 靠妈妈来给他找一个父爸爸 对对对 其实比尔盖茨是一个父妈妈 这也可以解释大家意志以来可能有的一个疑惑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是退了学之后 再成为有钱人呢 因为大学对他们成为首富没有任何的帮助 真正对他们有帮助是家庭 所以退学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 而你退学就不行 不过现在确实是好一些 就是即使学校不叫 父母也不知道没关系 不是有老高的影片吗 那么第六点很重要 就是要学会管理你的资产和负债 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一些金融知识 你如果不理解金融知识的话 你就永远无法成为大富豪 事实上就是这个部分造成了99% 看了这本书的人也没有成为大富豪 因为他看完这本书而已 并没有去继续学习一些金融的知识 这本书其实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就说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在财富这个跑道上奔跑 跑在前面就有钱人 跑在后面就没钱人 那么前面的人后面的人已经差很远了 前面都看不见了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追上去成为有钱人呢 开车 没错 这本书就告诉你 其实有车的存在 前面那些人你都看不见些 他们都开着车 你在后面还拼命地跑 肯定追不上 你要追上 唯一的方法就是你也开上车 我要开给他好的车 没错 要比他更快的车 只是前面都死了 那也行 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 就是即使给你一个车 你也不会开啊 学校没教过你怎么开 你爸你妈也不会开 所以你也不会开 前面人也不会跑回来告诉你怎么开 所以你就要花时间自己去研究怎么开 等你学会了 你才能加速离开这后背 到前面去 当然能不能追上 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最可怕的是什么 就是你拿到车的时候 你想我有他我就能追上去 于是根本没学怎么开 一脚油踩下去 你八成就撞到墙上撞死 所以一定要先沉下心来好好学习 有钱人都非常懂金融的 你在先和他们一样都懂金融知识 能够开车了 你才能慢慢地去追上他们 可是很多人在最开始就被套牢了 没错 你就是没学会开车 就已经把所有的油都踩满了 冲出去了 你可以稍微踩一点 适应一下 学习一下 很难掌握 对 都是自学 没人教你的 别人怎么赚钱 是不可能交给你的 所以你只能自学 学校又不教 你爸你妈又不会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他在这本书里也不可能告诉你 好 那么企业家和投资者 成为哪一个更好一点呢 这个其实是这本书里很大的一个争论点 就是说这个萝卜的兴起 比较倾向于大家成为投资者 但是其实成为投资者它放在最后 就是最难的一个 大家都觉得成为投资者比较紧 干企业多难的是吧 我要开个厂子 还有雇很多的人 还要制造商品 卖出去我再挣钱 那投资不用 我有一点点的钱 可能能买点比特币我就发了 大家是这么一个想法 但其实看上去越简单的事情 实质上就越难 因为人人都可以做嘛 想成功就非常的难 罗伯的亲戚说 投资者分为七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叫一无所有的投资者 其实他不能算是投资者 他们把所有的钱都花费在了负债的 花费在消费上面 而且他们以为他那些负债是投资 他说世界上一半的人都是这样的 第二等借钱投资者 就是说自己没什么钱 但你想一下赚很多的钱 就需要很多的钱嘛 于是就去借钱投资 这种非常的可怕 风险太高 基本上就属于赌博了 这种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投资者 第三种叫储蓄投资者 就是把所有的钱都存起来吃利息 这种虽然很稳定 但是他也不能算是投资者 因为利息终究是没有通胀的速度快了 最终肯定是赔钱 从第四种开始 才渐渐进入投资领域 第四种叫聪明的投资者 这个人通常受过高等的教育 投资意识也很强 但是对于各个领域的研究 都不是很深刻的 比如说税务 法律 公司运营 怎么看财块报表 都不知道 但只是觉得 这个好像好就买点这个 就像你这样 我比他们多一个步骤 你多个什么步骤 我比先算一下 可以摇一摸 原来如此 这点很重要 罗伯亲戚没想到这个 可能是有保险 好的 那就不一样了 你就不是乱投 他说这个聪明的投资者 又分为三类 第一类叫做别烦我想 就说我想投哪个就投哪个呢 你们专家不用说 说那些没有用 说我不听他们的 你算卦嘛 对不对 你就属于别烦我行 对 这种别烦我行 当然也包括什么 就是说把所有钱 完全都交给专家 自己就不管了 这也叫别烦我行 第二种叫分事技术型 也叫抵触型 就这些人对于投资 好像很明白 但是他们不投资 过于谨慎 第三种赌图型 认为投资就是赌博 愿意尝试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哪个风险高就买哪个 实质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好这是第四种 叫聪明的投资者 就是已经进入投资领域了 第五种叫长期投资者 这种属于标准的 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 这些人有非常专业的知识 基本上都有长期的投资规划 他们会通过一些小盒的投资 不断地学习市场 学习怎么投资 也会去虚心听取一些专家的意见 他说大部分百万富翁 都是这个级别 其实到第五种 这都属于外部投资者 就是说我投的都是别人的公司 我对内部的事情没有那么了解 虽然我有研究 但是我是在市场上混的 而下两种就属于内部投资者 就是最高等级的 第六等叫做成熟投资者 他们比长期投资者更有钱 投资的量更大 他们也几乎不做分散投资 他们之所以敢把大量的钱 投入到某一个领域或者是某一个企业 是因为他们是这个领域或者这个企业的专家 巴菲特就属于这个类型 其实第五等和第六等就是一般有钱人和真正有钱人的一个分水领 他们的最大区别呢就是敢不敢于冒险 第五种不太冒险 做小儿投资比较多 但是第六种他都已经能撼度市场了 也没有那么冒险 对啊 所以他敢投很多 第七种呢就有资本家了 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达到这个境界 他们呢实质上是投资的另一端 什么意思 他们做一个公司 然后发行股票 然后把股票买给你 实质上你投资的就是他 他是接受投资的 他们通过利用别人的时间 别人的钱 别人的头脑 来为自己赚钱 所以呢 这是投资的最高经济 投资的最高经济就是被投资 到了这个级别 你就可以成为亿万富豪了 好 那么今天我们讲了很多 关于钱 有钱人的事情 我知道很多人 并不想成为有钱人 是吗 对啊 因为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或者在社会范围上 有一种感觉就是 钱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个钱是万恶之源 那是因为你没有钱 去追寻他的入土上 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有可能 其实如果钱真的不是 一个什么好东西的话 这个国家肯定就把它取消 掉掉了 而且我听说真正的万恶之源 是穷啊 哦 而且我们以前讲的 就是钱啊 是信用的象征 只有真正有信用的人 才能赚到钱 所以你越能赚钱 就说明你越有信用 现在社会是这样 当然了 这个我们说了有钱 不一定是幸福嘛 关于什么是幸福呢 以后我们抓到你们做影片 给大家讲解的啊 好 那么今天这个影片 最终一个结论就是 如果想有钱 那就要投资 这是唯一的出入 还可以投胎 也对 这个证书太不具体 不能具体 怎么赚钱 能告诉你吗 可是他们需要 很具体的企划 就是我要把钱送到他手里了 就是他具体应该干些什么 其实要想成为有钱人 这绝对是自己的学问 不可能别人告诉你怎么有钱 他也没说多少钱是有钱人啊 其实他给出一个标准啊 就是你一年不干活 也不靠存款能不能活 可以靠父母吗 不行 谁都不能靠 就是靠你的资产 那不就是存款吗 能能能 资产 就是被动资产 对 我是能 养你有点儿飞机 我自己也能 路边有草嘛 可以靠个人魅力吗 可以 是的